核酸检测方法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任辉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目前我国临床上针对于 新冠肺炎的核酸检测方法 主要是鼻烟柿子的检测 包括了鼻柿子和烟柿子 那么这两个方法的话都是可以的 鼻柿子的话是需要 护士拿一个柿子的这样子一个棉签 通过我们的鼻腔到达鼻腔的深部 正确的采集我们的体液进行检测 那么烟柿子顾名思义 就是从口腔到达口腔的深处 来采集体液进行检测 那么这两种的方法的话 对于核酸的检测都是可行的 根据各个单位或者是地区 自己适宜的条件适当的采取 通常临床上采取鼻柿子的方法更为普遍 那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在进行鼻烟柿子核酸采集检查之前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比如说禁饮食 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会出现恶心呕吐这样子的反应 那么禁饮食的话可以避免强烈的呕吐产生窒息 还有的话就是避免吸烟饮酒 脊脚口香糖这些行为 那么尽可能我们获得一个较为准确的结果 它对于我们的阳性率准确率都是会有影响的 我们的阳性率准确率都是会有影响的